李隆杰 坚持古法 线条刚烈 黑白分明的人海描绘者 其笔下人物兼具黑色幽默 与热血精神 以突破传统框架的手法 诠释台湾历史的硬派漫画家 1624男人鱼岛 17世纪大航海时代 各方人马为了东方商品渡海而来 在这场海拳争霸中 李旦突破大明海境建立武装船团 招揽严思奇 郑之龙等人 成为纵横东西方势力的海上巨头 被欧洲人尊称为中国甲壁丹 李旦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 不受任何势力拘束 只属于海商的贸易天堂 世界边缘的小小岛屿 汉人的画外之地台湾 映入各方势力的眼中 福尔摩沙群雄汇聚 将岛的命运推向新的篇章